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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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很高兴 今次又和大家能够讨论法学人生了 今天我们谈的题目 是比较一个简单而愉快的节目 这个就是关乎于 睡眠 太阳 和快乐 三者之间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关系? 那我可以答复大家一个 直接了当的答案 就是yes 是绝对有关系的 其实这是普通常识 你几种睡觉最好 香港人生活非常紧张 而且非常多色彩的夜生活 一个 适当的安排的情况之下 最好睡觉的方法 其实是太阳下山之后 晚上晒一点之前 尽量去睡觉 睡觉的环境 因为现代的人说过奢侈 他喜欢搞到整个房间 充满了白色的大云石 艺术品 艺术品 诸如此类 分架 躲在眼前的东西 不是你工作的地方 在睡觉的时候工作 你的后果是不会好得起变的 你真正要面对整个社会 面对你自己的生活 你就是要去睡醒的时候 精神最好 一天之计罪于神 如果这个世界是危险的 你要知道 有危必有机 你今天处世 你就是要对付这些危险 而尋走你的机会 这个是跟睡觉有关系的 那接着我们就会想到 好了 我有一个好的环境 我有一个黑茫茫而安全的环境 我睡觉是可以很舒适 放心 大胆地去睡 真正的睡觉 好的睡觉 六个小时 我觉得已经很奢侈 以前我有一个导师 就是Robert Woodward 他是因为我的爱情 他是一个化学家 他一天只睡四个小时 我觉得他已经认为很奢侈 这个人是一个诺贝尔酱含金的特主 但是我们普通人 如果能够安安安安睡六个到八个小时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享受 接着你会想到 好了 我有一个环境睡觉 睡觉之后我醒了 究竟做了什么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想解释给他听 就是闻鸡器梦 枝头祖太阳出来之后 我的人你看这个头 有两个眼睛 两个眼睛是感光气 那外面的光线 射入到眼球里面 接着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在眼球里面 你有一些叫做维他命A 断掉了 就是断掉了之后 变成一个叫做维他命 有两个的化学品 这些化学品 是很多很多的 这个就是在你后面的感光膜上的 所以吃维他命A 不用多 够了就够了 维他命A 它帮助视线的原因 就是它感光膜上面 这些化学品的反应 那这些化学品 因为太阳一晒的时候 它有一部分的阳光 可以令到这个化学品移动 它是移动12下的 那它移动了之后 它会发生什么呢 它会令到你后面的Fiber 有知觉的 那接着通知这个大脑 进入大脑之后 就告诉这个脑袋 听你的 我的 OK 将这个melatonin 就是让我们睡眠 安息的化学品降低 OK So melatonin 就是这些街边 其实可以买得到 我只是不是赞成食药 而已 可以降低这个melatonin 这个melatonin低了之后 接着你的serotonin 就是令你快乐 上节我们提过 令你快乐的化学品之一 四大名家之一 serotonin 接着你上来 你就会 个人就会兴奋 快乐 有了这种快乐 你就可以面对你的危与机 这个就是化学里面 对于五万鸡起母的看法 好了 接着我们就面对的一天 太阳在上面 不要忘记太阳是一个爆炸体 这个爆炸体 你晒得太多的话 一定会伤害到你 以前我不停地提醒大家 就是防止有些小朋友 不知深浅 拼命晒晒到自己古童式的皮肤 其实无论对你的眼睛 对你的皮 你所说伤害的都很大 只需于适量小量的晒太阳 没了它不行 没了太阳本来就没有生命 对人类来说 所以 就晒得太多一定不会好的 这个也是适可而止的 普通一般的行行企企 暴露于阳光之下 其实已经够了 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谈过 我见到一个小朋友推出一个 有张残人士的母亲 在公园里面沐浴于太阳光之下 OK 那些就是晒太阳 它要感受太阳对它带来的温暖 舒适 而令它反而起了快感 这个快感其实也是一个化学反应 它之所以能够发生这件事情 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你的皮肤 是会制造维他命D 所以一个维他命D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是经过晒太阳 皮肤制造维他命D 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就是维持你的其中一个功效 就是维持你的serotonin 就是愉快化学品的高度保持 所以晒太阳充足的人是愉快一点的 好了 到此为止 就结论了今天的讨论 我再重复一次 适当的睡眠 容易讲 很难做 各位自己去三思而后行 11点之前想马上睡觉 早上尽量早点起床 你对身体一定有好处 起身后沐浴于阳光之下 但是不要直视太阳 令到你身体有种舒适温暖的感觉 OK 不要去怕看光 OK 但是当然不能够对着太阳 对着你去射两个爆炸体 在你眼球里做动作 那么光线会令到你的脑袋兴奋 你身体也会兴奋 跟着沙太阳也可以帮助制度维他命D D也会令你产生了 OK 一个level 令到你的serotonin 即快乐的化学品 保持高度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就有了一个充足的快乐 所以生活在太阳的阴心环境里面 别人是不快乐的 拜拜